嗨 大家好 我是Kennigan 歡迎收聽尬聊音樂 大家好 這禮拜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終於脫離了模擬搞地獄 上禮拜真的太累了 上禮拜我真的是早上7點多出門 然後晚上19點10點才回家 然後整整一個禮拜都這樣子給我 精神轟炸 然後這禮拜終於比較有空 然後也比較有時間好好的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跟分享今天要分享歌曲 那我覺得這邊在分享歌曲之前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幹嘛 就是說我最近在6日參加 就是算是報名了一個課程 然後算是對自己興趣的一個 再往更深的地方去轉眼的這種感覺 所以其實我的最近的生活 其實過得還蠻充實的 我就是在這邊也可以就是提醒 可能已經出社會啊或者是 真的不知道你閒暇的時間之餘 要幹什麼的人 你們可以好好的去想說你們的興趣在哪裡 然後如果有足夠的錢 有足夠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以這個興趣去找一些相關的課程 如果你喜歡日文就是學日文 如果你喜歡打語球就好好的去各個可以打語球的地方 算是還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最近6日都是要去上一些課 然後是我自己很有興趣的一個課程 那之後如果學得更專精的話 說不定還可以拿他來做一些相關的興趣啊什麼的 都還蠻好玩的 算是我覺得對自己又更加分了一點 算是又多了一些東西 而且你知道嗎上班下班 你要馬這公司 要馬就是家裡兩個地方跑 突然有一個新的地方可以讓你去的時候 真的能夠認識更多的人 然後完全是不一樣的舒適 不一樣的圈子 就跳脫自己的舒適圈啊 認識不一樣領域的人事物 所以對我來說是很有新鮮感 也蠻有挑戰的 然後每個禮拜都要教功課 所以更多空下時間被補滿 這種感覺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也非常非常的興奮之後 在最後可以發展出什麼樣子的成果 可以分享給大家 然後今天要介紹的兩首歌曲呢 第一首歌是來自魏如軒和徐光漢的 什麼跟什麼有什麼關係 那這首歌呢是收錄在一張專輯 有24位歌手 總共有11首歌的專輯當中 叫做不完美人生指南 那這11首歌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別是陳其真跟詭辯的完整的我 還有周深和王子的資深庸才 然後阿令跟妮子剛的不屑完美 還有劉若英柯智堂的每天的不理想 然後毛不易齊子彈的愛恆森林 和徐家瑩哈許的進化 然後蔡經亞王源的在哪裡都很好 莫文為郭亦凡的自洽 還有我等一下要介紹到的 魏如軒、徐光漢的什麼跟什麼有什麼關係 跟蘇韻瑩、陳寗兒還有愛姨倆的聊天室 以及馬斯維、Night One跟馬斯卡的江挫就對 這11首歌曲 那大家有發現 我的LINE突然打斷我了 我忘記關喇叭了 好的 那這11首歌曲呢 大家有發現卡斯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大嗎 有陳其真、有阿令、有劉若英、有莫文偉、有蔡經亞 還有愛姨梁徐家瑩啊 還有剛得到金曲歌後的魏如軒 所以其實卡斯是很大的 但是我自己在聽完這張專輯 老實說啦 我自己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的專輯的概念就是以不完美為出發點 那不管是什麼人生的不完美啊 像是感情上、友情上 或是外表、年齡、歲月上的不完美 其實大大小小他們都有講到 但我前面說可惜的地方就是 這張專輯的宣傳跟推廣 還有整合 我覺得都沒有到一定的程度耶 就好像只是這24位歌手 個別出的單曲一樣 所以這整張專輯聽起來就是 你知道他們都在講不完美 但就更像是一個作文比賽的感覺 就是他們訂了一個題目叫不完美 然後選出這11首最好的作品 放在裡面 但是沒有一個整合的感覺啦 就是說這11首歌 你要把誰放在第一首 把誰放在最後一首都沒有關係 有點類似精選級的概念 那我沒有說不好聽啦 因為其實裡面有幾首歌曲的合作 我覺得是很強的 像是 陳其真跟鬼編的完整的我 他就是一個水火交融的合作 你知道嗎 非常有火花的一首歌曲 那因為大家知道 陳其真的聲音是 這麼的仙女 但是鬼編的聲音是很地獄的 就是兩個很衝撞的聲音 碰撞在一起出來的作品 他其實是可以好好拿來宣傳的 但是就 真的 真的沒有啊 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看到 顶多就只是看到 每一個歌手 然後在自己的社群上面說 我們最近發了一個新專輯 發了一個新單曲 然後 他是收錄在 不完美人生指南裡面 這樣而已 但是如果你 如果真的是個別的歌手 自己出了單曲的話 我覺得可能還可以再做更大一點這樣 那其實裡面有幾首歌曲 我是很推薦的 像是剛剛有說到的 完整的我 還有阿令妮子剛的 不屑完美 還有劉若英科之堂的 每天的不理想 跟蘇韻瑩 陳寅兒 愛一良的聊天室 以及我等一下要介紹到的 什麼跟什麼 有什麼關係 這幾首歌 在這一張專輯裡面 我覺得是蠻推薦給 給大家聽的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目前覺得可惜的地方在這邊啦 就是 每一首單曲 他其實都很大 但是他包在一個小小的專輯裡面 然後沒有被 擴大出來 沒有被廣大分享的 這樣子的感覺 可能 我不知道欸 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的關係 那 因為我這幾天有看到 他們的幕後花絮 陸陸續續在推出了 在那個環球的YouTube上面 所以說不定之後 環球會有一個更大的宣傳出來 嗯 不知道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環球的YouTube上面搜尋一下 這幾首歌曲的幕後花絮 我覺得是還蠻可愛 然後也更能了解這些歌手 在創作這些歌曲的時候 他們私底下對於不完美的定義 是什麼樣子 這樣 然後 裡面有兩首歌曲 如果你是用音樂平台 就是創留平台上面聽的話 會發現 徐家瑩跟Hush的進化 還有莫文威跟郭一帆的自洽 是被獨自 他們自己獨自發行的 然後 如果是不完美人生指南的專輯裡面的話 就是有九首歌曲 所以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聽進化 或者是聽自洽的話 可能要搜尋一下 不要直接搜尋 專輯的名稱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KKBOX沒有放在 沒有把它放在一起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一首歌曲 什麼跟什麼 有什麼關係呢 是 許光漢跟魏如軒的作品 那他們兩個真的很可愛 尤其許光漢算是 現在歌壇最閃亮的一位新人吧 就是 眼而幽則唱 那這次跟娃娃的合作呢 我覺得又讓大家 聽到他更不一樣的音色 那不管是在和聲上 或是在主key上面 除了我們都還是能夠聽到 他非常迷人的低音之外呢 他在和聲上面 也有一些比較 就是很和諧 然後很 很不會形容的一個 很match的聲音 讓大家去欣賞 那最重要的是 搭配金曲歌后娃娃的加持呢 兩個人的聲音是一高一低 非常完美的一個結合 而且我會選這首歌來介紹 也是因為我覺得這首歌 算是這十一首歌曲裡面 比較浪漫 然後 聽完之後真的會有點 想要 開始認真找另外一半的衝動 是一種蠻可愛的歌曲 介紹給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衝動 就是 你可能誕生一陣子了 然後 會有一個想法覺得 現在可以找另外一半了 或是現在可以 開始不排斥跟所有 異性接觸啊 的機會 就是會有一個 很 很莫名其妙的 好像要 好像要完成一個 什麼目標的一個想法 但我覺得感情這種東西 可遇不可求啦 但這首歌就是有一個 很可愛的氛圍 會讓我們 燃起啊 覺得好像可以有 另外一半的這種 這種感覺的一首歌曲 真的很可愛 介紹給大家 這首歌叫做 什麼跟什麼 有什麼關係 來自許光漢跟魏如萱的作品 那是收錄在這一次的專輯 不完美人生指南當中 那其實 不完美人生指南是 中國那邊 就是發行的一個 音樂企劃啦 所以 剛剛大家有聽到這24位歌手 其實有包括台灣的 香港的還有中國的歌手 那我覺得很 很酷的地方是 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他們 要合作上 其實是有一點困難的 那 基本上他們都是跟 網路啊 或者是視訊啊 來跟彼此做交流 跟 談論他們的想法 對於作品的 一些靈感創作 他們都是用網路用視訊 或者是用 呃 簡訊啊 這樣子的方式 來完成這 11首歌曲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11首歌 應該要好好的拿出來 被大家聽到 然後他們應該要廣大的 宣傳跟介紹出去 但就不知道為什麼欸 就是討論度非常非常的小 I don't know why 呵呵呵 就是 嗯 我目前啦 問身邊的朋友 他們也只有知道 許光漢跟魏如萱有合作而已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艾依良他們現在有出新歌 也不知道陳其成有出新歌 就是 真的是包括有在追蹤這些 歌手的粉絲們喔 他們可能 都沒有這麼的了解 所以我真的希望 不管是唱片公司 或是歌手藝人本身 其實應該要好好的介紹這些歌曲 因為雖然啊 我前面說他們像是 作文比賽 然後沒有一個整合 或是沒有一個流暢度 沒有一個貫穿性 但是 他們分別來看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首單曲 所以 希望可以好不好 那個 不完美人生指南 就是經過 這幾個禮拜 因為他好像發行好一陣子了 應該有一兩個禮拜 有了喔 我印象中有一兩個禮拜了 所以 欸 這垃圾車不太多啊 我已經等了又等欸 呵呵 不是應該要結束了嗎 45分了各位 要怎麼辦 等嗎 不然我們來聊天好了 再來這個垃圾抽 垃圾抽 呵呵呵 呵呵 這個 呵呵 垃圾車 離開之前 要聊什麼 喔 啊我最近就在上課啊 然後 還有什麼 感情 應該也還好欸 大家 大家在 大家有沒有很期待 趕快結束 2020年啊 然後趕快 迎接2021年的到來 啊 我跟你們說 我今年跨年要去台東 我飯店已經訂好了 但是我現在非常擔心的 就是我的車 交通 我真的不知道我交通 該怎麼辦 因為 如果真的是一個失手 沒有搶到 我真的是拒絕欸 因為我住台中 然後台東真的是 真的是很遠 你知道台中到台東 只有兩個方法 要嘛就是坐高鐵到高雄 然後再坐車到屏東 然後再從屏東 坐車到台東 第二個方法就是 坐高鐵到台北 然後再從台北搭 搭火車到台東 就什麼普悠嗎 太魯閣那種的 啊如果沒有 就真的是沒有了 聽說台中要 開那個包機去 就是飛機去台東 但是 我真的是花不下去 哈哈哈哈 但如果這樣加一加的錢 差不多的話 我可能會好好考慮 畢竟 有飛機就坐飛機 哈哈哈哈 欸 垃圾結束了 好 第二首歌 好就是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這次跨年 要去哪裡跨 主要大家知道 去台東就是去看張惠美 他真的太久沒有出來了 所以 我覺得應該 可以花時間去看一下 他的 跨年演唱會 然後 好 接下來第二首歌曲呢 來自 陳靈久 以及邱鋒澤的 陪在你身邊 欸我發現我每次介紹的 兩首歌啊 或是這些歌曲 都有一個莫名的相似處 欸 而且這一次 基本上我都是在擬稿 或在寫稿的時候 才發現說 欸這兩首歌好像有些相似的地方 不知道算是一個 我自己選歌的默契嗎 呵呵 就是剛好這個禮拜 可能都是以什麼為主題的歌曲 發行 這一次的歌 呃這首歌 陪在你身邊啊 就是一種非常甜 非常甜的情歌 那剛剛聽完什麼跟什麼 覺得是想要戀愛嗎 那現在聽完這首歌 就是直接給他戀愛下去 呵呵 這一次兩位狼人殺大偶像呢 又合作推出了新單曲 那我覺得比起以往都是圍繞著 狼人殺的角度去創作 呃像是天黑請閉眼啊 天亮請生眼啊 天亮請生眼啊 或是絕對髮眼 這一次算是比較跳脫出這個框架了啦 然後 有一種他們兩個正式出了第一首 屬於他們兩個人 捷徑作品的 嗯的感覺的一首 新單曲 那我自己覺得說 就是九折CP正式出道 好不好 呵呵 那我覺得如果是喜愛他們的歌迷朋友的話呢 應該蠻早之前就開始期待他們這首歌的發行了 因為他們在今年九月初的時候 呃在Legacy的演唱會上面就有預告大家 他們會有一首屬於自己兩個人的定情曲 所以大家在看到單曲在這個月發行的時候 我想應該是蠻興奮的吧 呵呵 就是終於推出來他們埋了這個梗埋了兩個多月了 那這首歌呢其實就是在講說堅定的 呃彼此堅定的情誼 那這份情呢可能可以是好朋友的 或是情人的 或是閨蜜之間的兄弟的 甚至是工作上的夥伴們的 那只要呢我們是可以分擔彼此的痛苦 可以享受彼此的快樂 以這樣的模式來建立起來的羈絆關係 就會是能夠陪在彼此身邊前進的動力 唉唷 呵呵呵 好會說我 呵呵呵 欸自己講完都覺得很厲害欸 呵呵呵 我好再講一次欸 以這樣的模式 建立起來的羈絆關係 就會是能夠陪在彼此身邊前進的動力 呵呵呵 呵呵呵 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蠻適合去寫一些什麼 宣傳稿啊 或者什麼一些什麼東西的 那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是還蠻甜的一首情歌 也非常好聽 但是欸 我覺得我接下來講的 底下現在 我等一下說的這個看法 如果你是他們的歌迷的話 應該是有點這麼不喜歡聽啦 但我覺得這就是我聽完這首歌 得出來一個小小的看法 然後 順便 分享給大家 因為可能又有一些人跟我有同樣的想法吧 我不知道 那就是呢 我聽完這首歌 它是真的很好聽喔 但是我在聽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 我好像在 哪裡聽過這樣子的旋律的感覺 我不知道欸 因為 可能這樣的歌都會變得比較大眾吧 還是 這樣子模式的情歌真的太多了 它就會變成 其實我第一次聽 我就會能夠猜到它下一句要怎麼唱了 呵呵 但其實這也沒有不好啦 因為它就是會變得很朗朗上口 然後 一下就學起來了 但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在 嗯 它比較沒有一個記憶點 完蛋 呵呵 好像要被罵的感覺 呵呵 不是啊 我就想說 應該是 我們聽歌 聽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會 比較習慣性的去尋找這首歌的特色在哪裡 那像他們之前的作品啊 很明顯就是以狼人殺為特色的歌曲嘛 那 這一次的 這首歌 我覺得比較像是以 純粹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情感為特色的一首作品 它是很好聽的歌曲喔 我要再次強調 就是大家不要誤會 只是我聽完這首歌的一個小小的看法 是 這個樣子 我覺得啦 不管是歌手啊 還是藝人 到達一定知名度的時候 好像就會被放大來檢視 然後我發現我自己好像也有這樣子的 壞習慣 就會覺得說 嗯好 他現在這麼紅了 到底能不能夠再突破呢 呵呵 對這種感覺 但我覺得 歌曲其實就是藝術品 那藝術這種東西 好不好看 好不好聽 真的是 非常主觀的 所以我前面雖然說 這首歌可能 比較大眾一點 但我會拿出來介紹就是因為 我真的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我才會想要好好的跟大家來分享 那同時也很期待他們之後更多的作品 然後我就來幫他們工商一下 因為其實我自己蠻喜歡看的啦 如果你是狼人殺的 呃 觀眾朋友們的話呢 呃 出社會之後還能遇到這樣子的 友情跟夥伴 很難能可貴 拜託 所以這首歌 介紹給大家好不好 來自陳琳九跟邱峰澤的 陪在你身邊 然後幫大家統整一下今天的兩首歌曲 第一首呢 是魏如萱跟徐光漢的 什麼跟什麼有什麼關係 再來就是陳琳九跟邱峰澤的 陪在你身邊 兩首歌曲介紹給大家 然後最後再延續一下那個跨年好了 大家跨年有想要去哪裡嗎 我最近看到那個 跨年前應該最盛大的 節日就是聖誕節了吧 因為聖誕節也快到了 11月底了 然後 我最近看到一個非常可愛的文章就是 那個聖誕節不是 新北耶誕城在板橋那邊已經開始了嗎 通常都在11月這個時候會一直 聖誕城 到12月底 就是聖誕節那個時候 然後每隔一段時間都會由歌手去唱歌啊 然後什麼的 然後我看到那個文章就說 板橋人的噩夢又開始了 就是如果你有去過 晚上有去過新北耶誕城的話 因為真的啦 你如果是住在板橋 如果每天上下班要經過 就是府中那個地方 還有那個就是 板橋那個知道嗎 新北市市政府 那個地方的人呢 你真的會很崩潰 他真的就是不能動 尤其是上下班時間 全部都會塞在那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去過的人 就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去過的人 還是可以去逛一下 那那邊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那邊就是 就是眾多情侶出沒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個人自己 我覺得跟朋友去也是蠻好玩的 但如果你是獨自去啊 還有什麼的 那你比較不能夠忍受這種閃光大量放閃的場所的話 就是不建議好不好 不建議大家前往 那我自己以前 我自己以前在台北生活的時候 有去過就是一兩年 就連著一兩年都有去 那個聖誕書也是越做越高 我不知道今年是多高啦 但應該也是蠻蠻壯觀的吧 我覺得我自己是蠻 蠻推崇這樣子的活動 因為畢竟它會帶來一些觀光啊 或是帶來一些收入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自己是蠻喜歡過節 也不是說蠻喜歡過節 就如果有這種過節的氣氛 在整個城市或是在某一個區域 很明顯可以感覺得到的話 它會有一種 我自己會覺得有一種 蠻舒服的感覺 然後蠻有氣氛的 就說哇我們也在過聖誕節 這種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去過的話 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逛逛 去拍個照也好啊 反正有時候晚上無聊 不知道幹嘛 那邊燈都點得很漂亮 去拍個照也蠻方便的 而且現在手機夜拍模式 這麼的方便 根本就不怕晚上看不到人在哪裡 所以整個科技的發達 跟生活習慣的不一樣 大家還可以是去享受一下 在這麼繁忙的生活當中 然後再來就是跨年了 我真的很希望2020年可以趕快的結束 不知道啊不知道明年會不會更好 但是趕快把這一年結束 我覺得大家也對大家整個心情上面 算是一個解脫吧 儀式上的解脫 可能真的不是解 真的不是真正的解脫 但是有一種儀式上的解脫 畢竟這種年份也是我們人自己定出來的啊 大自然哪有什麼在過年的 沒有嘛對不對 他們也沒有時間概念啊 應該是也沒有說什麼幾月幾月的概念啊 所以對人來說啊 他可能是一個儀式上的解脫 那可能會幫助到一些人吧 不一定 那如果還沒有規劃好去跨年的朋友們呢 也可以大家揪一揪 不是跟我揪一揪 只有跟你這個朋友揪一揪 好好的把這個2020年給完結掉 我覺得是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是做了一個非常棒的決定 我要去台東 我的 我真的民宿那些我都已經傳BANBAN啊 拜託那個車票的部分 真的是 真的是拜託 我也想說我不要燒香 就是燒香拜拜 燒到搶票那一天前啊 真的很怕真的搶不到欸 那大家可以規劃一下好不好 跨年跟耶誕城啊 大家也可以去玩一下 那這兩首歌介紹給大家 我們下 應該下個禮拜 我下個禮拜也可以 也會好好的來介紹歌曲 我們下禮拜再見囉 拜拜